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扑雷 来 谢谢大家 请坐 来 请坐 这里是天津卫视飞女莫属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飞女莫属由港容蒸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蒸蛋糕飞女莫属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飞女莫属由一瓶百大 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一瓶百大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 国本精华油和坚果全家福礼盒一份 感谢核桃入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的大理知识 经常用脑多核六个核桃 报名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 邮箱飞女莫属的全品 2010 at 126.com 热烈的掌声送给下位老板 来 期待这四位选手 有请第一位 自己比较喜欢语言类 所以就是选择了商务英语 取得成绩还是不错的 大学的时候 干的辅导班里边这个老师 房地产 婚庆 这些都是我的兼职活动 我觉得飞女莫属 是给一个求职者 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而且可以和老板们正面接触 只要你选择的路是正确的 那么你就不怕这条路远 张神霞女24岁河北人 大专狼房示范学院商务英语专业 图老师好 三位专家好 在座的12位老板 以及台下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叫张神霞 今年24岁 来自河北张家口 2015年 毕业于狼房示范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 曾在一家家具有限公司 担任外贸业务员一职 有一年的外贸工作经历 过去的别再遗憾 未来的无需忧虑 现在的加倍珍惜 新的起点 我会更加努力 我相信 我将走得更远 今天我的求职意向是策划类 助理类 以及各位老板认为 适合我的工作 我的期望工作地点 是在北京 谢谢 张神霞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穷追不舍 是 也可以说是执着 对 来说说你穷追不舍的故事吧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执着的女孩 因为我在大学 有许多的打工经历 然后在大一的时候 我在房地产 以及婚庆公司打工 当有一个婚庆公司的时候 我们因为那个 是底薪是八十 如果带进客户 有客户的话 就是十块钱的提成 当时又有一对年轻情侣 去我们的婚庆公司 问那个关于婚纱照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问完之后 问了一些细节 然后就离开了 我跟了他们三条街 就因为这件事 当他们赚了四家 赚到第四家的那个婚庆公司 然后又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走在他们的面前 然后我就把我的宣传单又给了他们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由我 领进了我的第一个婚庆公司 因此这样 我最后拿到了十元提成 谢谢 十块钱 追了三条街 但是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会 会是那个情侣 会最后就是拍婚纱照的 所以我就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这种 如果他们走到第四条街了 你还追吗 应该会接下去 因为 走到第五条街了 你还追吗 会的 因为就是发传单 它也是有一个范围 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个县的 这个这几条街发 可能你自己走也是发 然后跟着他们也是发 所以就是一边发传单 没有耽误的事 然后另一个就是 所以你直着 但不傻 是吧 对 陈霞我特别好奇 你这个一直选的打工的岗位 全部都是发传单这样的岗位吗 不是 因为发传单就主要是对外 所以就是有一些精力 因为我感觉就是 第一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 第二赚的又少 还很辛苦 好几个公司都是在发传单 怎么有点提升呢 我觉得非你莫属这个 对于我来说 今天不是一个舞台 而是一个人生的平台 虽然我有那个 外贸业务员的工作精 但是我 现在就是想寻求一个 就是说更长远的发展 第一意向是策划类 第二类意向是助理类 对 要求最低心情不低于多少 不管住的话五千 管住的话四千可以 很干净 然后呢很淳朴 说话也挺坦诚 但有点小心翼翼 对 但是决定从头开始 是吧 是 来第一环节去活流 天生我有财 这一页是我作为校礼仪队成员参加的一些校园活动 这一页是我作为校策划队以及志愿者协会成员组织策划并参加的一个艾滋病日宣传活动 与爱共舞舞动生命奇迹图标以蓝色为底代表着地球 人与人共舞表示着将我们与患者紧紧相连在一起 中间围成一个心形代表我们用心关爱患者 这是你设计的吗 是 这是我自己画的 你是设计的这个活动还是这个logo还是整体 整个活动 这个logo是你设计的吗 对对是我 你学过设计是吧 没有没有 这是我的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经过多次修改 这个 这个是我写策划书的一个整体构思 以及通过策划这个活动 策划并参加这个签字活动 刻意体现出的一些能力 组织策划能力 协调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这是我的工作经理 作为外贸业务员 有过两次国内展 以及一次国际展的一个参展经理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 针对这三家企业 一个丢生教育 我的一个切入点是城乡孩子教育差距 针对通灵珠宝 我的切入点是二合一产品套餐 咖啡之夜 我的切入点是客户角度和一些细节 没有了 谢谢 你音频策划是文案策划还是活动策划 我更想的是接触这活动策划 活动策划 对 那活动策划的一个策划案的基本流程 你知道吗 它具备几个大的要素 我具备大的要素没有 我只有一个就是说自己对策划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理解 它是在灵感这个状态里面 觉得对 就刚才看那几个都是灵感状态 那你为什么喜欢做策划呢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个活动让我参加 然后可能就是我就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是由于家庭一些方面吧 然后我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喜欢想事情 我觉得陈霞咱们考点基础的吧 你看过什么策划类的书吗 这个没有 你百度过策划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 策划我只是就是理解 还有自己喜欢 我就是现在所以想找一个 真的是想找一个老师 很多学生都会提一些想法 我们的实习生也会提很多想法 但那叫想法叫主意 它不能叫策划 我建议大家从哪个方向来考虑 这孩子挺朴实 也很执着 工作也挺细腻 你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策划就别问了 好吧 你看他追人能追三条街 学习能力也挺强 实行力也挺强 有积极性 对 你考这些基础岗位别考策划了 把它带钩里 你愿意陈霞做这种基础岗执行类的工作吗 执行类的 比如说是 活动执行 对 活动执行 或者运营 活动运营也可以 活动运营 或者陈霞 你之前所有的工作经历 基本上都是销售 营销类的 为什么现在不选这个岗呢 因为很适合你 那是因为就是大一的一个学习 它那个我们大一和大二大三 它不在一个校区 大一它就是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村 就那种一样状态 你为什么现在不接受销售呢 我个人不太喜欢销售 我就关于问一个地推的问题 你之前地推有什么技巧吗 因为地推来 地推对于O2O这种垂直的行业来讲是很重要的 地推这种就是属于 扫鸡莫败 就是说跟人打交道了 对啊 然后跟人打交道了 你的技巧是什么 我的技巧就是 首先你的态度 态度一定要 就是说 态度正 热情 对 还有吗 比如说跟一个客户聊了几句之后 知道他的需求在哪里 在哪里之后就可以很好的 就是针对他的需求 来 庆庆 那其实呢 我是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大家再去逼问他 你对这个营销怎么理解 你对策划怎么理解 你对销售怎么理解 其实意义都不太大了 我觉得啊 我看了这么半天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什么 你特别的踏实 你做事特别用心 而且特别执着 其实你特别适合站在后面 做支持性的工作 比如说老板的秘书 或者是行政部门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你 不需要去太关注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你只需要把公司内部的人员 都支持好 就OK 现在给的只是一个平台 那我现在问你 你有哪一家是你特别想去的 优生教育和杜子佳老师呢 和杜子坚老师那去干什么 优生教育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担任过辅导班几个月老师 然后对 然后我就是性格上 也是比较有耐心这种 杜子坚那去干什么 杜子坚老师这是 就是真的很喜欢杜子坚老师 你喜欢他 对 我也喜欢他喜欢他 因为觉得杜子坚老师 就是我能用一个 就是兵器来比喻 兵器 对 来吧 说吧 我觉得杜子坚老师 就像一个长毛一样 就是钢 就是发 长毛是吧 不是 站起来 站起来 来 来 把那个围巾拿下来 红云枪是吧 把围巾摸摸在头上 来 还有围巾 像一个长毛吧 红云枪 对 像个长毛吧 长毛他的这种 就是说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拿到的时候 他是把最尖的东西 可能是对向别人 但是就是用四个字吧 刚中有柔的感觉 这种 他刚中有柔 对 反了吧 哎呀 有一个女人能这么解读你啊 行了 大家抛出自己的岗位来吧 第二轮选择去后里 差一点就十二盏灯全亮 谢谢 来来来来 我们问一下人力资源专家 这样的一个特别像白纸一样的一个女生 为什么会留这么多盏灯 其实这个孩子最可贵的就在于他是一张白纸 对啊 而且他其实我觉得 他的那一点点的不太自信 反倒衬托了 其实他 他其实才是那个柔中有刚的 他有他自己坚持的东西 他有他的韧性 我相信他的韧性 在座所有的这个老板们都看得到 所以呢 其实只是需要为他找到一个 适合你发展的一个岗位 能够发挥你长处的就好 谢谢 既然获得了这么多盏灯的保留 这也算是个不错的成绩 刚才你说让我给你一个时间 跟家里说说话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是吧 你说吧 首先真的谢谢 就是真的出我意料了 就是谢谢各位老板们 给我这么多机会 因为家里边就是那个 父母现在年龄比 年龄比较偏大 都已经六十岁了 然后之前有一个大哥 然后就是他比我大八岁 然后去世之后 然后才有的我 所以就是父母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给他治病的时候 就花了很多钱 但是依然把我和现在的 就是哥哥一起攻 就是一起攻出大学 所以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吧 然后和他们说一句话 说吧 爸妈 现在我和我哥长大了 然后 我感觉我像他哥 爸妈我哥长大了 以前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们都懂 现在站在这个舞台 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长大了 你们现在老了 但是我和我哥真的会 好好照顾你们的 你们辛苦了 这个生女儿还是赚到了吗 来 我们听下他们推荐的岗位 来 从张阳开始 一桃集团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旗下的新业务 人人推 那么你来做渠道运营的专员 谢谢 谢谢 来 下一位 陈霞 我非常喜欢你的朴实 我有两个职位给你 第一个是销售助理 那么第二个职位 手机动端的营销策划及推广 一点在北京 好 谢谢 金星 我们是新养 是国内最大的微整形网站跟APP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 一个是运营专员 一个是市场活动专员 工作地点都在北京 谢谢 两个岗位 一个是行政专员 从心中专员开始做 第二岗位是做我们公司的用户运营 因为你自己喜欢策划 谢谢 一个是我们加盟零所事业部 优胜派项目的运营专员 另外一个是加盟零所事业部的 张家口地区的HRBP的这么一个岗位 好 谢谢 欢迎加入咖啡之夜 给你留的岗位是营运助理 谢谢 怀哲 做线上活动的推广 这是一个商务助理的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如果说要学习做营销的话 还是来微指数更合适 给你留的呢 是一个新媒体管理培训中的岗位 然后经过三个月下来的话 基本就能做策划专员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陈霞 斯凯特户外给你留的也是两个岗位 一个是管理培训生 另外一个是云运助理 谢谢 如果你想发挥你的成名才子 继续保持你学策划的这个思路的话 他们的灯全灭了 到我来去 因为你到我来来 能学到系统的专业的策划知识 高 策划专员 地点是在北京是吗 对 北京 上海都可以 好吗 谢谢 在接下来的十一盏灯当中 灭掉九盏 留下两盏 能力和水平 可能并不是那么好 那么的优秀 但是我们飘应届生的时候 可能会看中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脑洞非常大 非常有能力 有着非常非常明显的 核心竞争力的人 那还有一种 就是像陈霞这样的 白纸一张 执行力非常的强 就是他自己的这份执行力 这份很谦卑的态度 能够去坚定地执行 公司交给他的所有的任务 这样的小孩 也是非常受企业欢迎的 你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你 他灭得还很坚定 他最有留灯的 就是他开始选的那两家 这两个人很久没有在一起PK过了 请揭晓 4000加4000加 有问题要问吗 我想再明确一下 就是我的具体职位 这个优胜派项目的运营专员 杜老师 作画专员 作画专员 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你小机灵鬼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种就是 就是管那个就是这种待遇就是 管住吗 管吃吗 吃住不管 但是我们的绩效还是挺丰厚的 你呢 我这里从来不管吃住 但是你的这个家里面会有很多绩效 能砍过去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 好 来吧 15秒钟时间 华裔传媒优胜教育或者是谢谢再现 你的选择是 华裔传媒 我今天去了非常喜欢的杜子健老师呢 所以我真的感觉非常开心 我想想这只是个平台只是个开始 我以后会更加的努力 低头低头做事抬头做人 谢谢 从大一的时候 超买自己的吃饭 再到大二 卖路由器 然后做网站 到现在我们有两个水果店 一个大餐饮店 大学创业了全新三年 对我来说 一天不干活 就感觉很难受那种人 五年之内 在企业里边丰富之力 期望就是三十岁的时候 有自己的事业 牛君博二十三岁河北人 黑龙江八一农肯大学 农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牛君博 来自河北石鸭庄 将于2016年6月 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肯大学 在大学之前 我曾连任过12年的班长 大学期间 曾做过8个创业项目 团队总盈利30多万元 在大四期间 开了两家叉叉叉水果店 开水果店第一年 就创造了100多万的年流水 在大三期间 组建了配送团队 50天内为36个商家 配送了3万余个订单 团队在此期间 盈利3万余元 今天来到 非你莫主这个平台 是想寻求一份 有关销售项目策略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这是我讲的 什么叉叉叉水果店 对 你想叉谁呢 真的 真是这个名字吗 还是你引掉了 真的是这个名字 我也搭庆的 我去过他们学校 您去过我们学校吗 去过我大庆的 我家在你学校旁边 是吗 哎呦 老乡见老乡叉叉叉 叉叉叉 来 来 来 自己说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 这个呢 就是跟我一个活动有关 这个活动呢叫 真功令的一个活动 真恩功令 对 恩功 啥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呢 找恩功啊 对 我们店刚刚开业的时候 没有名字 叫某某某水果店 适应业 然后让大家一会来起名 然后谁给我们店起的名字 被我们征用了 他就是我们的恩功 那这个叉叉叉 是哪个倒霉孩子起的呀 这个呢 是我们之前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嘛 就我们自己写的时候 就写叉叉叉 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 一个营销 一个营销 其实名字早已起了 对 那你这个真恩功令 这个营销做得怎么样 有没有带动销售 这个呢 第一个呢 它是有一百多个人 就给我们店的起名 第二个呢 就我们店的这个 附近的这个四栋寝日楼 基本上通过那个活动呢 大伙都知道 我们店的位置在哪 打响了生命度 对对对 然后提高的用户参与感 你们还有什么营销手段 就是我们组织的一场 叫做成本价销售 一元公测活动 之前是免费吃荔枝 还有西瓜 免费吃荔枝 荔枝 前面摆几个桌子 把我们的这个荔枝 还有西瓜 在前面准备好 为什么选这两个品呢 因为这两样品 第一个当时应计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采的这个货比较好 能够吃住人 回头费非常高 我们在10月10号之前 是一家水果店 今年的10月10号 开了第二家 都连锁了 第二家 都是在校园里面 第一个是在我们学校 第二个是我们对面学校 你是老板 没有 我们四个合伙人 四个合伙人 对 现在已经两家水果店 对 那盈利怎么样 还有一个打字复印店 还有个打字复印店 对 你们把整个学校 罢了占了吗 没有没有 那你收入怎么样 我们二店 因为我走的时候 看了一下这个数据 二店是从10月10号开业 到1月10号关店 这两个半月 营业额是36万 36万 净盈利多少 毛利大概能占到 28%到30% 你占多少钱 我个人应该是在2万多 两个半月 可以啊 这么赚钱 你为什么还要工作呀 你创业多好呀 我们学校 对面学校 它的人数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说 它的这个市场是固定的 我们四个人 可以这么说 我们做水果第一年 每个人能挣四五万 第二年还是四五万 第三年还是四五万 但问题是 没有特别大的发展 但问题是 这有这么好的水果店 你不关了可惜吗 说实话很痛心 听说今天 你也有小伙伴 到我们现场了 对 是几个股东是吧 对 可以这么说 好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今天来呢 是陪我的小伙伴 来找工作 同时呢 我也就是想 在这会儿 看一看 能不能找一找 适合自己的 一个工作稿位 谢谢大家 今天呢 也是陪我们小伙伴 牛俊博一起来 上这个舞台 比较有点紧张 你好像来找媳妇一样 我去 也行的一起来 一起找个工作 真的做 大家好 我今天一样是 八与龙大 然后大师的学生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是三年了 我个人非常看重的是 这份情谊 说一个优点 说一个缺点 有点就是 老的比较好使 缺点啊 真的有点霸道 有点霸道 对 这是我猜到了的 意思是说 他听不尽意见 能听意见 那为什么 还说他霸道呢 那也是他 看他是 什么时候呗 那我问这位同学 在他所有这种霸气 做决策的这些事情里 对的占百分之多少 50以上 那就行了 头嘛 我再纠正一下 我再问一下 他到底是霸气 还是霸道 这里你证明 霸气是 是一种魄力 霸道是一种个性 对 他肯定是霸气啊 霸气 说实上非常有魄力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看其实你是已经有团队的了 是吧 而且你的团队的小伙伴们 还蛮亲亲亲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 带领大家再创一片 其他的天地呢 这个呢 是我对 就是我的第一张PD 一会儿上有一个解释 就是我对 我创业三年多来 就是说 对创业的一个感悟 我认为创业必备的 五个要素 我认为呢 团队呢 就像人的骨架 资金呢 就像人的血液 然后想法呢 就像人的心脏 知识储备呢 就像人的大脑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技术 就像人的双脚 而现在呢 我们有的 只有心脏 半个大脑 所以说 我们现在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说 我们现在选择出来 先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正正的一个人 还是敏约算那句话好 你有多少付出 就有多少回报 来 我问一下你 你的第一意向是什么岗位 项目策划 第二意向 销售 销售 很明确 最低薪酬 要求多少 销售的话 3500 项目策划的话 4000 有哪儿不去的吗 有低于限制吗 南方 就是偏向于去南方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天生活有台 谢谢大家 来 首先第一张PCT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人人外卖的一个项目创意 人人外卖呢 是以大学校园食堂为切入点 以移动互联网 加抢单为核心技术 以大学内的自由快递人 为配送员的 智能随成捎带的运营模式 它的发展方向呢 是食堂外卖 超市外卖和快递外卖 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呢 是校园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 它的愿景呢 是打造大学校园内的优本 人人外卖的五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呢 是用户 这个用户呢 它必须地理位置非常明确 并且是宅在寝室 第二个要素呢 是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信息的一个精准推送 第三个要素呢 是人人快递员 也就是使用人人外卖APP的用户 都可以实名注册 成为人人快递员 第四个要素呢 是食堂 食堂的特征呢 是人人快递员的聚集之地 也是人人快递员的必经之地 第五个要素呢 是急救中心 如果说人人快递员 没有抢单的情况下 让急救人员进一个配送 这张PD主要讲述的是 为什么提出人人外卖 也就是 首先呢 从市场方面进行分析 全国总共有 大约2500万大学生 千亿级别的消费市场 第二点呢 消费频次非常高 然后从平台特点开始分析 人人外卖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是轻模式 并且能够形成闭环 第二点呢 是这个外卖信息 与自由快递员的信息 通过这个平台 会变得更加精准对称 第三点呢 是独特的亮灯模式 以及急救模式 使这个平台更具特色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思路是清晰的 如果你没有去借鉴过同行 做了什么事的话 这个思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这里面还没有考虑这里的成本 你会有大量的可能 一比十或者一比二十 这样的全职的人 去服务这些 你知道急救对吧 我们叫查楼补缺是一样的 所以你个人认为 他适合干什么工作 他可以去做创业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是很好的一个创业者 牛津君博天生具备营销领导力 这样的学生是非常少的 在大学创业里能组织三位同学 四个人开若干家水果店 在水果的经营中 也用到了非常多的营销策略 这一点非常难得 如果在正规的职场里 再接受到线上线下 正规的训练将来前途无量 我今天首选的 有一套是这些 有一套是还有别的吗 还有博德世纪 我有问题 他是新来的哟 因为我今天 就是了解到这个企业以后 对这个企业 大概的进一个了解 你说一下对他的了解 我为什么说 可能对这个企业更感兴趣呢 因为可能说入职以后呢 他对接的是 企业跟企业之间 能够学习的东西会很多 能够补充自己的短处 也会很多 他很有想法 谢谢你的关注 君博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你做这个方案呢 主要是想展示你的策划能力 并不是你真要做这个项目 对对对 那么你创业的话 当时创业啊 你是出于家里缺钱想创业 还是因为出于兴趣 当时我是看了乔布斯自传这本书 看完以后呢 就感觉非常刺激 然后从大一下学期就开始 回收这个毕业生的二手物品 回收就是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 做完以后呢就感觉 就是越做越爽 越做越爽 刚刚看了你们四个小伙伴呢 我特别有感触 我瞬间就回到大学时候 因为当时呢我也创过业 当时我创业呢是出于兴趣 我们也是一个宿舍的四个同学 我们创业做什么呢 花了四百块钱 买了一个台球案子 平时呢我们只要课间 把台球案子摆在学校的门口 通讯们可以来打 打一次 他们交一块钱 看来你们当初的创业 比他low了很多 那个钱呢 当时我们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交租金 然后呢我们过了一年之后 把那案子呢 就按了四百块 原价卖掉了 来我来问一下 现在很重要 其实张阳说的没错 其实他很适合去创业 很适合做老板 那你进了企业之后 大概多长时间之内 你还会再创业 把自己的兄弟们再聋起来 这个呢因为 我对自己做完那个 创业五要素的分析以后 底下就是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说五年之内 不会创业的原因 就是说我现在欠缺的东西 真的很多很多 因为大一大二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是想到什么 我就认为这个想法很重要 我就把它落实 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自己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就去落实了 没有想太多的后果 但是呢 因为现在大四了 必须要参加工作 不仅要对我自己负责 家里父母也老了 必须得给家里挣钱了 所以说呢 要稳扎稳打了 在分析完以后呢 他很有领导范 就说你刚才想回一个问题 纽军伯 就是刚才 其实你我觉得是还蛮正能量的 你是想到一个东西就往前冲 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 其实它背后有很多陷阱 像比如说刚才这个方案 你觉得你在思考它的时候 它的风险点在哪 是什么可以让这个项目瞬间垮掉 它的风险点在哪 你有没有思考过 它的主要 这个我认为分析一个项目 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分析它 薄弱持住在哪 就是它这个项目 我认为它就是可能说 最容易垮掉的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 这个自由快递人很少 自由快递人很少的情况下 这个运营模式根本就不行 赞 我也这么想的 来 我们来问一下 两位人力志愿专家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这么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你们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听他说 第一段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对 而且我觉得 你是个天生的创业者 我觉得你将来一定 还是会走上创业这条路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 在座的这些老板们 谁能给你提供一个 快速学习的好平台 快速学习的好平台 谢谢你 广然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想到企业来应聘 这是一个现象 那么需要考虑清楚的是 第一 你到底想提高什么 不是用很多两个字来代替 第二 你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 第三 什么样的因素 能够促使你离开企业 这是企业特别关心的 也就是说你的忠诚度 和你的持久性 我觉得管人问的是 特别好的问题 我一直静静地欣赏你 就是我对你的这种一见钟情 不是钟情的那脸 是钟情的一个才 但是我的问题很简单 因为你把姿态摆得非常低 你要的起信也低 对吧 对企业也没什么要求 但反而我认为你这种姿态 其实反而是一种高调的表现 就是你真正要说出来 你想带的位置 你希望谁来教你 你想收获什么 对 要很具体 要不然我们很担心 给你位置错位了 你会走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认为现在最缺的一些东西 是一些系统性的一些东西 我认为我会做策划 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子 但是可能说 这个策划为什么会这么小 这个策划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效果 做出这个效果以后 它应该进行一个怎么样的分析 系统化学习 对 然后第二点 我认为就是 在自己兴趣之处的一些东西 还是现在没有学习到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一个企业的股权架构了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融资情况下 怎么样融资呢 就是这些东西 我现在不具备 还是我比较 就是倾向于学习 自己想学到的一些东西 注意啊 十二盏灯依然是保留 我们那个红包 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出去 这个选手非常优秀 他是不是能够 足以得到这样的荣耀 十二盏灯 是不是在第二轮 依然会全部保留 一千块钱的红包 会不会发出来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轮选择 还有十盏灯 谢谢 你为什么灭灯啊 亮不牢 这合不住 这种人合不住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张扬开始 我觉得我招了很多 像你这样的选手 像刘兴辉 我们前两天过来返场 现在是我们自己 独立出来创业的 一个非常好的代表 已经独立募资 他是第一大股东 就给你刘兴辉 这家公司 人人推 项目策划 和运营类的 这样的一个 经理的岗位 我觉得你适合 这样的岗位 刘兴辉的位置 要坐不牢了 我觉得你有机会 跟他去 挑战 成为新的合伙人 地点 地点在北京 下一位 我们第一 可以给你销售的职位 第二 也可以给你 做营销策划的职位 我认为非常适合你 地点 地点 上海 深圳都可以 金星 那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市场策划专员 正好能利用到 你这个脑子非常活 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工作地点 是在北京 谢谢 林雨昕 给你两个岗位 都是偏营销类的 一个做我们营销 从我们营销总监的 助理开始做 他直接带你 第二个 我们鼓励内部创业 如果你在整个产品 把握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选择合适地点 我们鼓励你 直接把这个片区 给你直接做 工作地点在北京 知道了 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总裁办的管理陪训生 谢谢陈总 岗位是全国研发中心的 项目负责人的储备 项目负责人的储备干部 就是为了你将成为 一个独立的项目负责人 咖啡机欢迎你 谢谢 加入美拉 成为我们 那个明星的商业化的运营经理 负责他们的商业化运营 地点可以 背试在深圳 北京 杭州都可以 谢谢 曾华 如果要想创业的话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创业的项目 就是这个新的项目的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对 是 谢谢你 来 在十盏灯当中 灭掉八盏留下 不好意思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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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请张扬 周志轩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接下来 五千家 六千家 十万的期权 因为我加入的是个创业公司 刚刚完成第一轮融资 在里面你可以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 还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这种高管去带你 我会带你交进融资 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作地点呢 在北京 工作地点呢 是有两个 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深圳 那么这个工资呢 六千家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起点 那么我非常看重你身上的未来的潜质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所以呢 如果你愿意 除了我给你的销售和营销策划 而且甚至呢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你三个小伙伴都给带过来 让我们人力资源部来共同做一个面试 广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想跟各位老板分享的两个点 第一个是运轮效应 第二个是核心验证 运轮效应是指 你们最开始就喜欢上这个小伙子 所以呢 忽略了一些客观评价的点 比如说 他应聘的是策划 但是说实话 从他PPT的呈现角度来讲 拿不出手的 从策划的专业角度 第二点 核心验证是指 他最开始一上台的介绍 就说他成功地做了八个项目 签了百万的单 但是从始至终 我们都没有来验证 这个方面 所以无从去说 他的销售能力到底是怎么样 我提示各位老板 这两个人有点不择手段了 但是呢 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刚才很多人给了你一些建议 但脑子还是要灵光一点 对 已经有主意了 已经有主意了 好 好 来 15秒钟 一桃星空 博德世纪 或者是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博德世纪 来 这个先别走牛军国 来站那儿问几个问题 怎么选择了博德世纪 那边又有钱又有权 还有未来 我认为第一个是地点 第二个的话 上海那个位置 6000块钱的工资 我认为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喜欢挑战 你喜欢挑战 周志轩给你许诺的 可以带着你三个小伙伴一起 这一点没有诱惑吗 也有诱惑 三个小伙伴拿起话筒 你们还会跟随这位大哥吗 我觉得人这位是吧 能有几个非常非常要好的哥们 非常非常容易一起干事的人 非常非常不容易 你会跟随他吗 会 会跟随他 好 第二位 会 如果是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个 我们我们几个一样一样的选择 都选择博德 说实话 对 那位呢 那位呢 我也会跟着军伯一起 然后要说是我选择的话 因为刚开始博德这边说是 我们四个人可一起去 我选择博德 兄弟们在一起的情意固然重要 但是一旦要走上事业道路 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建立 而不能够 只是附和于他人 听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 谢谢老师的建议 再见 主要就是第一个 这次上台呢 各位老板对我的一些评价和分析 让我也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让我也知道了自己霸气的一面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外星的人 我喜欢多交朋友 每一家期呢 我都是去工作 去努力 去挣出一些费用 所以我想进入一个 比较完善主机的一个机构 来进行让自己 有一个更好能力的提升 希望就在前方 人生不会迷茫 王维 23岁黑龙江人 本车 辽宁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 及自动化专业 女生好 十二位老板好 两位老师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维 来自于辽宁工业大学 我是一个乐观 开朗 外向的人 我喜欢交朋友 我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 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希望找到一份 有关于机械 教育 或者传媒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简历 机械教育 或者是传媒类的工作 对 哪个是你的第一印象 教育 你的第一印象 应该是传媒 我看你这喜欢的 都是跟传媒有关的 因为这个可能 跟我在大学期间的 相应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在大学期间 有三年半的时间 都是在我校的电视台 进行工作的 听说你是台长 对 很荣幸 我干这么多年 都没想过当台长 你都当台长了 没有 因为可能是 当时的 因为自己努力的 一个关系 今天我也简单了 做一个PPT 来分享一下 我在大学期间的 一个工作经历 可以帮我放 放在第一轮环节是吧 对 来看一下 中间最大的一张图片 是我在我校电视台 今年我们招新的时候 照的一张全家福 最右侧的两张图片 是在校期间 我担任编导 或者监制的时候 与我的同学 一起拍摄的一些画面 最下面的一张 是在校期间 我参加辽宁省 第二届广告大赛 拍摄的一个被电影 由我担任主演 并完成拍摄的 这个是我在学校期间 获过的一些奖状 有校最佳变手 还有是一些 关于我专业的 还有就是第二届 辽宁省 洪阳伟一杯大赛的 一个优秀团队讲 最后这些是我在校期间 有过一些的 社会活动的一些经历 你在优胜教育干过 对 我在锦州的 优胜教育加盟店工作过 干过多久 从我大三下学期 应该一直到现在 在那都有带学生 作为一个认可老师 最后的一句话呢 是我的一个人生歌颜 希望就在前方 人生不会迷茫 我认为一个人有希望 才可以更好的生活 为希望努力而奋斗 是幸福的 谢谢大家 很好 一个PPT呢 把第一环节 基本上都说得比较清楚了 但是还是比较疑惑 你的第二环节是表演 然后刚才所有的 在校的工作经历当中 更多的也是 与传媒相关的工作 你为什么今天 不把传媒类相关的 放在第一岗位 因为这么说吧 因为在大学期间 我主要学习的是 机械类的一个专业 可能对于传媒类的 就是很多地方呢 并没有特别的有底气 但你不是很喜欢吗 对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行业 因为我喜欢它 所以我在大学 工作了三年半 为它努力而奋斗着 我在大学期间呢 工作过最多的时长呢 就是有关于教育类的 那说第一项 应该是优胜教育了 是的 是吧 你是今年已经毕业了是吧 没有 是今年的将近八月份 我才会毕业 因为我们学校呢 就是我的毕业设计 还没有做 老师还没有颁题目 所以我把毕业设计 做完之后 我们学校才会给你 颁发毕业证 你要求最低薪金是多少 是五千 五千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没有地域的限制 来 第一轮选择去后来 十二点灯权点 天生我有才 表演 表演什么呀 这是一个解放天性的 一个表演 好吧 有一天晚上啊 我就在我街啊 我就 哗哗哗的我就撩啊 我就发现后面有人追我 我已经这是谁呢 我就批牙批牙的过来 我已经这家伙大晚上 我长得真漂亮 在看着我怎么办呢 我就一直走啊 哎呀忽然间发现 前面有一些本地 哎呀 我灵机一动 哗哗哗 啪我就跪在那儿了 我就说 太容易啊 我都到家了 谢谢大家 这学的不怎么样 我们这有学的比他更好的 要不来比一比 来 怀哲 怀哲是学表演 是搞表演的人 现在都演影视作品了 我这还真不如他 来来 你也演这 或者你模仿别 另外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你那个 那小沈阳的那个 我学不像 就是那个 哎呀 啪啪的 我到家了 小沈阳 可能是因为之前准备的不足 我的那个解放天性的表演 我感觉表现的 并不算特别的好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之前 也是这样的经验不足吧 希望以后呢 如果是 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可能做得更好 表演已经做完了 你觉得在这方面 可以体现你的什么优势 可以体现的我 就是说在工作当中 不辞辛苦 可以很努力地 去为我的工作 做出很多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点 但毕竟是 毕竟是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你表演了 这么一段表演 跟你今天的求职的 具体岗位 有什么关联呢 当然呢 因为我今天求职的岗位 是有关 主要从事于教育机械 或者传媒类的行向 教育跟传媒类行向 最主要干的是什么 就是与人打交道 那我表演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突破的一个自我 解放我自己的一个天性 可能在我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会接触到各种 形形色色的人 就如今天这样 可能我之前 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有一天 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今天我来到这的话 可能说之前特别紧张 但是我需要表现的自我 那表现的特别淡定 因为自我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锻炼 可能说会对我的工作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它有一点一个 很大的优点 它说时候能说得住 它该正经的时候正经 该表演的时候表演 它分得非常清楚 敬畏分明 这也算是一种修养吧 怀哲你刚才要问什么 但是王维 我就是你刚才说 因为是要面对 形形色色的人 所以你会带有一点 表演的这个色彩 或者叫技巧在里边 这恰恰呢 就是你给我的一个错觉 因为你是一个 很优秀的学生 在学校里有那么多的成绩 可以证明你 但是呢 我又感觉到 我跟你可能有一点距离感 我总感觉到 你是在试图 把一个特别完美的 或者是把一个 特别优秀的人推在这 但是我觉得这人不生动 不是一个活灵活现的 那可能是因为 老师之前 我们的接触 并不是特别的多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在生活当中 是喜欢带给大家欢乐的 因为带给欢乐 是认为 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义务 时间有限 可能展现的 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还好吧 一开始我有跟你一样的感觉 就是好像装出 像一个好学生一样 一个好的模板一样 但其实还行 还是有点生动的地方 来 王维问你个问题 你刚才表演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你要能够放开自己 而且你是张之有度的 那我另外问你一个问题 有三个数字让你选择 一 十 和一百 你会选哪一个 为什么 我会选择十 为什么 因为十这个数 在这个三个数当中之间 它并不是特别的 最靠前 也并不是特别的最靠后 为什么 我认为一个人 做事要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他的自信心 并不可以特别的傲慢 如果一个人的自信心 我认为达到80%是最好 所以十这个数字 我特别喜欢 十全十美 谢谢老板 你王维的思维非常敏捷 想都不想 先让他解释一下 你问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解读到什么 有标准答案吗 是这样 因为他的方向 是希望做一个培训师 做个老师 这里面要考验你 第一个 你的一个快速的反应能力 以及你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并且你能够 很好地把它表达出来 同时最重要的 你能够自言其说 所以我觉得刚才王维这个回答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倒觉得他这么一答 他真适合做培训师 是 他很适合 那个陈浩诚 陈总多关注他一下 他是冲着你来的 我建议王维不要选 就是单纯只选培训机构 其实我们很多企业 都有培训这样的需求 我知道 你谈一下那段经历 对优胜的认识 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么说吧 优胜教育 它的整体的一个系统 特别的完善 硬性条件是特别的好的 但是我想说一点 就是在锦州的优胜教育 它是一个加盟店 可能在它整体的 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配备上 还有招生系统上 它的一个系统 并不是特别的完善 它的团队凝聚力 并不是特别的够 也可能是由于 它在是今年年初 才开始加盟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相信 优胜优胜家盟店 它会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会变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来经营的话 你会做哪方面改善呢 如果我来经营的话 第一我会把 现在的这个团队 全部打散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 给我这个团队 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 它凝聚力不够强 教育这个行业 在锦州市长 它的竞争 还是比较激烈的 就是说有加盟店等等 再测的不再测的 大概有500多家 除了团队凝聚力之外 还看到了别的问题吗 对 还有是 还有人员构架的一个问题 还有人员那个积极性的一个问题 人员构架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它现在整体分的 并不是特别的开 一个是说 就类似于它的血管机构 还有任克老师的机构 还有说校长 他们之间就是说 等级分明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就把你培养出来 去那做校长吧 对 我想问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是 优胜教育加盟部的一个同事 然后那家店 属于你的管理范畴的 你如何通过 你如何管理它 第一点 如果是我在能力范畴的话 如果我时间允许 我会常住这家店 为什么 我希望把这个团队打到一个 很有强 就是很有力的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的模样 就是成长时间 它的一个周期是很长的 需要你长时间去什么 去磨砺它 去管理它 让它形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制 说具体的 那王维 对对对 你看他这口若悬河的 对 他真的很适合做培训师 谢谢 你发现没有 我觉得他说的 还挺抓重点的 其实连锁加盟企业 尤其是我们这种企业 核心就是人 所以你一下就说到最根本 其实营销什么都不重要 对不对 是 那就来说具体的 你刚刚一直在说团队 营聚力打造团队 第一 你想把团队塑造成为什么样子 你心目中完美团队 是哪几个关键词 第二 你打算如何做 第一 我先看我团队的 现有的一个人员 配备的一个状况 我会选出 较优的几个人 来进行着重培养 找出一个 有能力来接管这家店的人 其次我要相样的把一些什么分帮分伙 一些团队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些不正常的不良的竞争 全部比起跳 很多不好的人 全部比起跳 其实你们会发现 其实你所有的表述都在讲道理 几乎所有的表述都是在讲道理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做培训师 其实这么说吧 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了自己今后的一个成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留在锦州当地 我也可以找很多锦州当地的机构 我也可以教课 但是我不想过着 从现在我二十多 到我今后五十多 都这样的一个日子 你想干嘛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各位老板 你知道你有个最大的问题吗 你这张嘴是足够溜 反应也是足够快 但你说话没有顿挫 你说话没有 没有前后的结构 轻重缓急 一点没有 就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多一点说话的魅力的话 东北小秉事演说法 对 你可能会讲得更好 一直 不加思索 有的时候会祸从口出 你不加思索 你知道吗 很多老板对于我的一个说话的习惯 以及先我的一些表达方法 产生了一些质疑 可能之前表现并不算特别的好吧 就可能在反应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快 就是更改的时候 就是老板几个建议 更改的没有特别的完善 王美 我问一下 就是你同时在不同的教育机构 在做培训 我相信你的学生群体 应该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你的这个授课风格 有什么差异化吗 在面对不同的学生的时候 就是当初我教过一阶段初中 那我教初中的时候 那个孩子可能就是 他的反应力并不是特别的快 那好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强调他 那个时候我是只教他化学 那化学 因为讲的时候他总记不住 我教他背一个化学方程式 他可能背好几天还是忘 那我就有什么办法 那我好了 那每天上课一个半小时 头半个小时 我都在带他背化学方程式 你讲差异就行 你不用一个一个挨个讲 你看你说话又出了问题吧 不够严谨一概 不够有地方使 直接到重点 翻两句字就可以说 风格的差异是什么呀 我对于基础学生孩子成绩不算特别好 我的天哪 你的风格差异是什么呀 就是一部分可能特别的活泼 一部分可能特别的严肃 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到一些朴素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他填的表 你看到他的这个工资是降的 就一直在降他的工作金 从3500降到500降到零 这是为什么 对吧 另外呢 他写的这个兴趣爱好当中 他写看电视 这个算不算兴趣爱好 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些很朴素的问题好吗 我先说明一下 我那个收入不是骤减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同时在这家 在这些家机构 因为我填的时间可能有相同的 这样的一个顺序 但是说这些期间 我的收入 每一家机构的 还是这些收入 一直都在我的手上 那为什么那上面写的是越来越少呢 没有 可能因为当初我要突出一个 最主要的收入 最多的一个 你没有按时间来排布 对 你是按收入来排布 对 那看电视是一种兴趣吗 对 因为我的朋友当中说 我只要你有了电视 其他的你什么都不要 那你喜欢看什么电视呢 不要说非你莫说 就是说我喜欢看一些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喜欢看电视 就是说只要电视再放在那 我就喜欢看 无论它是广告啊 还是电视剧啊 还是什么 我就是喜欢看电视 你的收获是什么 因为就是说平常的话 我自认为我的工作压力 还算别的 每天我的上完课回来 都要在十一点半 十二点左右 就是早上 我的将近七点左右 六点半我就要起 就对比其他大学生 像我的室友 在玩会儿游戏 可能出去吃个饭 聚个会 等等 我没有过度的成绩 谈个恋爱 对 那这个我也没有耽误 也没耽误 来来来 我们来女朋友在这 来来来来 掌声欢迎 你好 你好 董事长师好 你男朋友是话牢吗 还好吧 也许你比他说的还能说 对 也没有了 差不多了 我们刚才录在这说 你男朋友很聪明 反应非常快 但是就这个嘴啊 这个频率太快了 我知道 而且有的时候 有一些无用的信息 那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是用心的吗 还是用嘴的 他追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QQ他发的就是在吗 在吗 在哪 后来确定关系跟你说的什么 他其实很少给我发短信的 就是我俩很少说话 所以你们俩之间 你都忘记了 他对你求爱的时候 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俩时间太长了 多长啊 一年半多了 一年半就很长啊 看样子你早就跟他带腻了 对吧 不是了 现在超三个月都算长 现在的爱情 真是很难经得起 好吧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 其实他生动一些 对 你被动一些 对 是吧 好吧 你对你男朋友的综合评价是什么 其实他的那个某些方面是很上进的 但是他的嘴的确就是画牢 平时也是跟我也是这样 他今天有三个选项 培训师传媒类和教育类 你觉得他适合干哪一个 我先尊重他的吧 我觉得既然我选择相信他 这么爱他就应该尊重他吧 来 请坐 请坐 听见了吧 女朋友说他也是个画牢 可让你这张嘴是害了不少人呢 那么刚我们现在已经第二轮快要选择了 我问一下两位老师 他的这三个方向 你们建议他 岗位应该确定是哪个 那么从个人的建议角度来讲呢 我是希望你能够特别的落地 不是培训师 其实你现在只是一个讲师 因为呢你很欣赏自己在讲 培训师是要训练别人 让别人掌握这个技能 所以呢 给我们的从而之中的感觉 你只是在把一个内容说出来而已 那实际上是讲课的老师 谢谢老师 第二轮选择虚货瘤 还有发展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理由 来从肚子剑开始 跟我后面学培训师也可以 学讲师可以 在这一块我都还算是不错的 他有培养之才 对 可以赞赔 曾华 我们要给客户做培训 就是户外的知识 然后给我们的店面的员工啊 包括公司的所有的人都要做培训 给你提供的岗位就是培训师 我们的创业营呢缺一个助教 然后你可以先从助教开始干起 然后再做讲师 然后再做这个创业营的主管 尹峰 咖啡机给你留的岗位是管培生 你未来的输出方向 有可能是培训 有可能是营运 咖啡机欢迎你 陈浩 给你我们集团总裁办的管培生 未来输出方向去回东北某个大的区域 去做这个督导型的管理 周志轩 两个岗位 一个呢是培训师 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做产品中心的管培生 张扬 是做我们这个一桃集团 大区主管的助理 那么输出方向是 把你培养成大区的这个负责人 我说这个 老师是您带我吗 谢谢您老师 有请陈浩 周志轩 谈钱不商感情 请揭晓 六千加六千加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董总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的未来的 就是说培养的一个方向 或者是谁带我 这样的一个情况 和晋升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培训师 你不做这个太可惜了 我想呢 培养你的人呢 是原来在平安大学创始人出身 现在做我们金融研究的院长 那么他培养的讲师 现在年收入都是过百万的 其实管理层以上都要过培训 都要过培训课程 都是培训师 所以其实我认为培训只是个技能啊 但是除非你做专家型培训师 就你只干培训 所以如果你愿意做管理的话 本身就有培训师职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要听一下他的意见吗 他会支持我的 15秒钟 要挑战你 博德世纪 优胜教育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回头第一任 先把锦州搞定 非常谢谢你 最近还是特别的紧张 因为很开心嘛 前一轮工作 因为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系吧 我从事过很多教育类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认为加入到 城后的优胜教育集团 为我今后的一个能力的培训 有更好的一个晋升空间 我没有很高的学历 很早的就进入了社会 从事过团员 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带上了团长 遇到一些复杂的自己 自己能随机一面能处理 一共到船上 他去了一个七八年了 看节目看了很多 今晚找到一份 有关于销售的工作 张又才 男二十三岁安徽人 无为中学 销售专业 大家好 各位在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各位 12位Post大家好 我叫张又才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安徽 我没有很高的学历 但是也因此 很早的就进入到了社会 然后我也曾经做过船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做上了船长 然后也自己当上了老板 然后因为近期的一些特殊情况 然后船也卖掉了 然后刚好通过 费力莫属这个舞台 然后想寻找一份 有关于销售的工作 谢谢 这是我的姐妹 张又才 他的名字叫又才 自己贷款三百万 三年还钱还挣了两百万 才二十三岁 你说这不是有钱吗 挣的钱怎么说呢 也大部分是靠我父亲帮忙吧 他说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过一生 挣了一千万 就混迟等死 这像二十三岁的人说的话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的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你高中为什么辍学啊 因为当时对上学没有什么兴趣 而且学习也不好 然后父亲就说 他说你要不想上学 就别上学 就跟我上船吧 那你爹也够奇葩的 不想上学就上船 你爸是干嘛的 他也是开船 他从小就是开船 装货的 装货的 家里还条件不错 还行吧 那你高中辍学上船那一年 几岁啊 大概十五岁的时候 十五岁你就上船了 对 一开始到船上半年的时候 都是吃喝睡 就是没事干 在船上吃喝睡 对 你爹也不管 上学也不上 在船上吃喝睡 对 然后上船以后 大概半年以后 那就不行了 然后每天晚上十二点准时起来 陪他值班 然后直到早上六点睡觉去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段 陪父亲守船的生涯当中 改变了你什么 比如说我学习到了我一门手艺 比如说我学会了开船 如果开船的话 就比开车复杂了十倍百倍 复杂在哪呢 比如说 我们都没开过船 你告诉我们 比如说每个地方的水域的深度 水下有什么 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航道 航线 全部都要熟悉 因为正常的 就像我船上请的那些人 正常学的话 正常是 学到顶级水平的话 大概十年 十年 你现在学了 我学了大概有六七年 那你现在技术怎么样 我在船上 我爸放心地 交给我一条船 然后让我自己去经营的话 我相信 我的技术应该是 得到了认可 好吧 船上有什么 有风险的事 基于尤其的事 就是我的三个手 手指头 然后当时是因为 情况 缝了三十六针 从这边 就缝到这边 怎么了 当时因为 我去上街买菜 然后上街呢 是用那个船后面 挂的一个小船 就是开那个船 去上街买菜 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时候 风比较大 而且这个晚上 我没注意 然后呢 我把那个小船的 那个绳子准备 套在我大船上的时候 固定的时候 没注意 然后风颠摸的时候 小船绳子 一下子把我手 那绳子有 那绳子有那么厉害 劲大 当时我拽 我就想 能拽下来就不要了 但是就是拽不下来 你还不想要 这三根手指呢 因为弹啊 拽也拽不下来 我想能不要就不要了 结果我的痛苦 能不要就不要了 结果拽也拽不下来 后来不知道 也是运气好吧 那颠摸的时候 绳子一下松了 然后再想 就三根手指 然后当天晚上 去那个常俗的医院 你要好好爱护他们 不要遗弃他们 对对对 那艘船也是运货吗 对 跟我父亲的那样差不多 经营了多少年 经营了三年 你拥有这艘船的时候 多大 三年前 大概在二十岁 二十岁 二十岁就开了五年船 有了自己的船 是吧 干得怎么样 还行吧 然后呢 当时是一共是欠了大概有两百七十万的债 然后呢 做了三年以后 两百七十万债全部就是还清了 你是在干什么 你只是开船 还是要连续这些业务 连续业务 开船 什么都管 什么都管 但包括是员工的工资啊 有多少人呢 一艘船上 对 多的时候是三个人 请了三个人 那船有多大 船 总长的话是一百一十米长 多少吨 我的船是八千吨 八千吨啊 对 运什么货物啊 黄沙 黄 哦 花沙船 对 那你怎么去联系业务呢 你做销售员 又做管理 又做销售 还开船 第一 第一次是通过父亲的那些 他以前他有经历 然后呢 让他给我号码 然后自己去总统打电话找他 然后我说我是哪条船上面的 你到你这边买沙 价格多少 能谈低就谈低啊呢 多赚一点 是一点 是吗 说一笔你最牛的单子 赚的最多的 你最因为自豪的一笔单子 最牛的单子就是 大概是前年吧 大概是当时的价格是 13块钱一吨买的沙子 然后呢运到了上海去卖 当时的卖的价格是 那一趟赚的是12万块钱 这是你自己操作的 十天时间 对 这是你自己操作的 对 你现在有多少钱 你现在有多少钱 我没钱 我都给我爸了 给了你爸多少 当时给了我爸 我船卖掉是年买70万 全部给他了 你卖掉了船 就不好干了 这个时候 所以你想着来找工作了 但五年你又没有求过职 对 所以在来非你莫属之前 你有求过简历吗 没有 我就是在船上无聊的时候 天天 你在船上还关心我们非你莫属啊 刚好看电视 船上也有电视看吗 有手机啊 用手机看 能上网吗 在海上 海上方面不来上网 但是手机来上网 你是在海上还是在河上 我是在江上 在江上 松花江上 你每个月看非你莫属 得看掉多少钱 每个月电话费大概在七八百多 有个 是报销 每个月电话费七八百块钱 是公司报销是吧 哪公司报销都是我个人的嘛 行 我们一个月看七八百块钱电视 看非你莫属 那对他们有了解吗 有些老板有了解 但是有些老板新来的 所以没有 你想去哪家 我想 怎么说呢 咖啡之意吧 咖啡之意 为什么找餐饮行 你没干过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餐饮 而且我特别爱吃 你吃货啊 我吃货 而且我每次吃完好吃的 我都回来自己做 除了咖啡之意还用呢 还有那个 华裔传媒 华裔传媒 对 他那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边怎么说呢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那个 能别去华裔传媒吗 老东西像个跑船的 你是喜欢这个人是吧 对 你是喜欢我这个人 还是喜欢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 好像跟你有点距离哦 看你像跑船 怎么说距离呢 每个行业都不是 距离都不是很大 看你自己去怎么去 去干嘛 去他那儿干嘛 能干嘛干嘛呀 你能干嘛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 你觉得他能干嘛老东 你开玩笑呢 你不知道你能干嘛 你要去他那儿 他干嘛要招你呢 每个行业都有销售呗 我就想去做一个销售 你想做销售啊 对 我就想做销售 你能销售啊 你觉得呢 你能卖沙 那我就能卖别的 你就能卖别的 哎 不错 挺有自信 我觉得因为在船上嘛 要忍受孤独 要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 应该可能会养成 他一种坚韧的性格 好 最低薪酬要求多少 四千家 四千家 那你以前赚多少钱 你跑船自己当老板赚多少钱 两百万人家说了 跑船现在两百万 只是三年赚两百万 现在一年赚个十几二十万 而且我投资那么大 赚个十几二十万有意义吗 不是 但你现在一年 只赚四五万块钱的话 这个作产很大呀 四五万怎么说 我才介入一个行业 必须是我不懂 才到一个新的行业来 我才到新的行业 不可能一年赚个十几二十万 三年之后 你期待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或者赚什么样的收入呢 我不期待我的收入有多少 但是我期待 我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们看得出 他急迫地想实现的是 从蓝领到白领的转换 经过多年的海上漂泊之后 他很艳羡办公室的白领生活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boss 是否看到了这一点 这小伙子有一定的自信 但还没看出他的能力 我们第二环节 看看他的能力吧 好吧 最低心情要求四千 有地狱的限制吗 没有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霍 来 天生我有看 准备了什么呀 准备了PPT 第一张是我在卖沙的时候 然后卖得快完的时候 船舱很大 整个面积 它是相当于两个 那个篮球场那么大 然后呢 掉进那个爪子 抓不到拐脚边 然后呢 我们要自己下去 来用铲子 然后去清理 抓不干净的地方 然后第三张照片 是我在机器维修的时候 连续修了两天两夜 然后带着我员工在下面修 这三张图片 就是我在船上的 一个生活的那种状态吧 最后一张呢 是陪伴我最时间 最长的一个椅子 然后呢 就是我开船的那个方向盘 插一句嘴啊 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 开一个八千吨的货轮 管三个人在海上用货 这本身是件极其难的事情 不是一般的人干得了 你继续 这个是我能胜任销售原因 第一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都有刺骨的精神 然后呢第二呢 我就是以多年的经验 然后呢 应该也有很好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底子 我热爱销售也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自己想要的成果 对 这个PPT做了多久 做了半个小时吧 做了半个小时 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自己学的 自己学的 对 因为我跟大家说的太多了 以总要一些照片呢 来更加了解我 态度真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衡量因素 尤才我问你一下 你们是在这个 在长江流域上是吧 对 我一个学生 做的跟你一样 就沙石船呢 还有三十万吨的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可能每个行业跟你原来跨度非常大 假如说 让你聚在这种 稍微规模大一点的传闻公司里面做销售 你愿不愿意呢 不该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自己 自己做生意都不干了 我还给别人打工吗 你这也是 你不是做销售吗 这也是销售啊 我以前也是做销售啊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那行业才是转行 做销售你也要挑 不做这个行业的销售 对对对 现在做腻了 但是你现在转行 我估计你也只能先做传统行业吧 互联网行吗 互联网销售 那些怎么说呢 都懂一点 比如说微销啊 还是QQ销售 微销 微信销售 微信销售 然后呢还电话销售 但是我更偏效于什么呢 就是面销 面销 就是大客户的一对一的这种销售 对 我就是喜欢就是跟别人说一对一的面对面 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好可以 在座的12个企业当中 包括我们的赞助商 你都可以挑一样东西出来卖 然后自己挑一个销售对象 你想卖什么 就卖港容真蛋糕 港容真蛋糕 对 卖给谁 张总 卖给张博是吧 为什么是卖给他呢 长得甜 长得甜 来吧 好气负 好骗 来来来来 来 卖港容真蛋糕 来吧 张总你好 你好 来我们店家看一下丹宫吗 我正好路过闻着还挺香的 这样的 我给你推荐一款 我们这里刚刚新出了一款蛋糕 叫港容真蛋糕 然后现在在我们店里的销售还是很好的 而且客户的反应的话也是挺好的 但是我最近在减肥 你之前有吃过这款蛋糕吗 这款我没吃过 对啊 你可以尝试一款这款蛋糕 你要相信我说的话 而且我们这款蛋糕 是在我们店里现在是卖的最好的一款 而且它的销售 你卖的好不好我不管 但我吃了会变胖啊 不会 这个肯定不会 而且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可能是逮到蛋糕的话 一天要吃个十几二十个吧 你都说好吃了 好吃我就会吃进去 你肯定是在饿了的时候 然后上班的时候 那叫停 停 你不能和客户这么争辩 这么争辩肯定就跑了 可能他对我回答的那个问题 然后呢 觉得我并不适合做一个销售 但是呢 我就觉得吧 我对销售是很热爱的 而且我觉得我有能力 能做好销售 你以前买沙子的时候 遇到过竞争对手没有 就你们两家都想卖这个沙子 给一家客户 你是怎么竞争的 最后让家客户买你们家的沙子呢 举个例子吧 有一次呢 跟一个船 它也是我们家门口的一条船 是一起在一个地方 打的一样的沙子 然后是一样的价格 然后呢 去下面卖 然后到当时呢 都是联系了一个老板 但是那个老板最后是要了我的沙子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跟那个老板 一开始也是比较有熟悉的 然后呢 在二呢 我跟那个老板介绍我的沙子的时候呢 我跟他说了这样的几点 一 我的沙子 跟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弄的 产品差异 而且呢 就平均价格我让了五毛 价格上有优势 然后呢 为什么价格上让了五毛呢 就是我可以很快地把沙子卖掉 然后呢 上去再 还有别的吗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关系嘛 关系是怎么营造的 就是每次打到电话呀 然后呢 遇到了就是聊聊天啊 吃吃饭啊 就这样 是啊 他就是传统性销售 关于港位我有两个建议 一个是呢 给老板的建议是 如果您给这样的岗位 那么要给他一个限期 让他达到目标 看他能不能真的把结果拿到 第二个呢 是对你相对来讲 安全的岗位是 从销售助理开始学 因为呢 通过你刚才的回答问题 我们看到你基本的概念能力 系统的销售思维 都需要从头开始来学习 它是完全不同的技能的要求 我再问你一点 你从15岁辍学到 学了五年的船 跟父亲朝夕相处 然后父亲资助你 又有了自己的船 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在父亲的保驾护航之下 你感觉到父亲的不义了 对对对 你感觉到父亲为了你的错觉 为了教你开船 为了给你自己树立新星 给你一艘船 他对你的付出你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什么 跟我说说 觉得 跟父亲说过知心话吗 也跟父亲交流的比较少 你这种性格肯定不太会说知心话的 赶快说两句知心话 怎么说呢 父亲这几年 对我们家庭 还对我 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他是很小 也是很小就开始搞船 然后一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跟我母亲的努力 然后呢 才组建了我们这个家庭 而且一直到现在 我们家庭生活条件 通过他们的努力 通过我们一大家日的努力 整个家庭也算是不如了小康 而且呢 怎么说 父亲在事业上 也帮了我很多很多 以前什么都不懂 到现在什么都懂 然后呢 到现在自己任性地去 不选择去那个行业 但是我父亲也是很支持 然后呢 我希望未来 不会让他失望吧 所以说其实父亲 允许你再上岸 重新开始新的 其他的职业道路 其实是为了你考虑 因为不可能 这一辈子一家人都开出 你说呢 所以如果今天 给你最基础 最基础的销售岗位 甚至是销售助理的岗位 你接受吗 接受 又才 你未来有做 继续教育的一个准备吗 有去考一些自考啊 或者是一些成人教育 什么的打算吗 我现在就有报名 那个成人自考 因为我觉得 大学你没学到东西 现在总要学一点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 比如说你给人家 推销这个东西说 这个东西吃不胖 那是因为它热量低 这个东西是要知识基础的 所以非常建议你 去做这个成人教育 所以我有点建议 如果今天有与 当初的这个海运 相关的销售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不能说 我干了 我干腻了 我不愿意干了 那别的东西 你到这家公司干三年 你也干腻了 你也不愿意干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既然决心要上岸 就请拿出笃定的态度 第二轮选择去核雷 还有三盏灯来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宠宠来 给你留的岗位是管培生 希望在所有我们运营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各个岗位 学习当中 能够补充你这么多年没有学习到的基础知识 然后最后支持和协助你成为自己真正的老板 那个斯凯乐给你提过的岗位呢 想让你从我们生活馆的储备干部开始做起 然后再去进入我们的两个部门可以选择 一个是大客户销售 或者说我们加盟中心的拓展 梅向荣 职位 是银科旅游集团 连锁营业部 事业部的商务拓展经理 可以选择 全国各地都可以的 好 开船呢 不可能一帆风顺 肯定是有挫折 今天是你上岸之后的第一个挫折 你看这么多东西灭了 但还好有三盏 怎么说呢 这也不算是挫折 这也是学习的 那就更好 你有这样的轻松的态度 那就更好 接下来三盏灯当中灭掉一盏留下两盏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接下 五千加 四千加 有问题要问吗 想问一下咖啡之意 取咖啡之意的话 主要是做些什么 你的学历 我刚刚也犹豫了一下 这是给你本科毕业应届生的工资水平 说明我对你很有期望 未来你可以成为一个营运的干部 去代电管理 也可以成为店长家的水平的人 去督导所有的加盟商的工作 同时你也可以自己内部创业 我觉得你未来是一个创业者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 咖啡之意 然后在这港元上取得很好的成绩 那证据不让他失望吧 菲尼莫属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菲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本栏目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出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 国本精华油和坚果 全家服务礼盒一份 感谢核桃如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的大理知识 经常用脑做核六个核桃 报名菲尼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 有箱菲尼莫属的全评 2010 at 126.com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你们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客户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谢谢大家的陪伴 再见